1月1日 5月3日 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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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日 3月1日 各位觀眾 就是抽業完 大家都知道 一出電器街的 南口,就會見到 世家 喜歡打機的公仔,大家可以 一出了南口,就會見到 其次呢 世家過少少 就是有這個 Hake Habana Radio Hake Habana Radio Hake Habana 會館 裡面有漫畫 書籠 DVD 少女系 還有一些新玩具都在這裡找到 現在在門口都放了一些 新玩具在賣 那 大家可以來看看 那 因為已經有些是二手 變成了 那隻Hake Habana 已經說中古了 所以有些二手玩具可以在這裡找到 裡面也有些新玩具可以找到 這些新玩具我就 大聲給大家看看 自己來看看 新玩具就不太需要多說了 那之後 會見到前面有天國 那就是Horbit Paradise 那裡面呢 它是有三至四層 然後還有地牢 那它主要是賣 新玩具 那另外地牢呢 就有格仔店 還有地面那一層 那有些 都有很多 日本的收藏家 都會買回自己的玩具出來賣 那上面那些有新玩具 那大家都可以看看 那在它對面 大家就會見到一個專賣 DVD 遊戲 Anime 的東西 那剛剛呢 他們都賣發了一些 新的遊戲的宣傳品 那我都拿了 未知病 遲些有時間才開出來看 那它裏面有很多 少女系的東西 那如果有哪些粉絲 是喜歡這些東西的 可以過來看看 那另外呢 化妝品 液膚品 那如果有從女朋友 或是老婆來的 大家都可以 放它們在這裏 讓它們去買 那還有呢 我通常來到呢 都會依的途切 因為呢 這裏走 有排行 那所以呢 我就會在 譬如這些地方 那 簡單方面 好 來到大街啦 大街就分開兩邊的 那在現在我的右邊呢 就是我今早都來過的 Wennation那邊 或者是AKB劇場那邊 那然後在現在 我前面的左側邊呢 就有SEGA SEGA ONE 和SEGA FREE 的貴館 那另外就有 SOL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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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我們就 首先過馬後先 那我們過了 這邊就是有 YELLOW SUBMARINE 有這個 曼記 那 還有這邊是有很多 呂浦琴飛的 還有 今天是 日本假期 是 第二天 還是第三 應該是第三天 應該是第三天 27號開始 那是不是第二天 那很多人在這裏 這間都是賣很多動畫的 很多動畫類的 呃 物品 可以快快的 BOMB えー Final Fantasy 那其他 公仔 可愛是 對 那上面都有其他的 那這間大家都很熟的 如果有 有些未去過的 可以自己 找一找地址 對 那有很多 呂浦 在這房子 等著主人 那呢 就會見到 現在我 左邊 這個 傳動呢 大部分呢 都是 駕駛店來的 那另外呢 它上面是 有一些 咖啡的 啊 對 它上面有劇場咖啡的 那 找大家到 應該 喜歡扭蛋 我喜歡 行駕駛店 看很多 呃 小件那些 呃 駕駛店 那些 就適合 那些地方 好 我們再走 那另外呢 也有很多 小的 肚子 這些呢 主要都是給他們夾公仔用的 好 那前面就見到了 萬機 是 在秋月園最大的一個 支部 樓高白層 好像 有白層可以看的 那呢 是一個比較 呃 方便給大家朝聖 去看一看的 因為 它的玩具都 林林種種種 那裡面就有 呃 雜之類 有 呃 舊玩具 新玩具 DVD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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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仔玩開的那些 呃 呃 那些種類 都有的 那地下這層呢 都是 呃 收貨的 即是 如果有人要 放玩具 他們這邊都會收貨 哇 有啊 居然 有啊 有啊 居然 有啊 這個呢 這次第二次找到 蟲獎 蟲獎 最老齊 但是 價錢 跟昨天 就 差點 這裏就 跪了一點點 另外 龍珠 下定盤 超全集 這次放了很多龍珠 看起來有很多龍珠 看起來有很多龍珠 好 那 萬機 我想大家都很熟了 我都不想再多介紹 我想介紹一些比較 多些 可愛的 或者多些 機會買到的 Head off 那它有DVD 啊 雜誌類的賣 好像玩具比較少 自己的 進學屋 賣遊戲 賣遊戲 賣CD 六樓就有 Figure 咦 這個我要一會看看 因為 早見人家都沒有看到 這裡 看看有什麼 查到 這裏就有些 茶波灘 好 繼續 還有很多妹妹 好 那這裏看見 就是AKB的一場 普遍在 七月園 那些玩具店 大約都12點 才開的 大家可以早 早 少少 可能是 早早的時間 不用大早過來住 可能 11點半 或者先在你們的酒店 或者其他地方 走一個外包 或者營造 白負公司 等一會兒 那現在夠 Luckily 沒有時間 那 好 來到這個點 那 見到有這個 土耳其 Kabab的店鋪對面 就會見到Jungle 買了關子 上面是有些有趣的東西賣 有些舊東西 經典的玩具 價錢又不是太貴 我也有一點收獲在這裡 如果大家對舊玩具有興趣 有愛的 就可以過來Jungle看看 另外它也有 地牢也有賣Wall Game 有窗賣的 雖然窗戴不到 就可以去看 因為它的配件很齊 好,繼續 現在這個位置主要是 抽葉完大街後的位置 可能有時候 大家朋友 都是 因為以為這邊沒有什麼看 很少過來這邊 但其實 有少少滄海為主的寶 可以在這裡見到 好 走到秋葉原的大街 在哪裡呢 就是中央通 這邊是中央通 主要是有鐵車仔 搖控車 軍事鋁 模型 那為什麼要提這個呢 因為我 在上面看了幾下 之後 就發現到 有些舊的 玩具 價錢是一千元 一千元以下 有些是千多日圓都有 是些什麼呢 大家自己上去買 這裡就不多說了 大家一定會買到東西 你兩千元以下 會找到一些舊的 是值得買的 也可以叫做 大家可以看一看 另外 好 我們等 就要過對面了 好 在這個過了馬路之後 然後呢 走前一點 好 大家呢 就在 剛才 TamTam Hobby Shop的大廈 就過來買路 過對面買路 然後走前一點 就見到這個 Military Shop 地下 就是主要去買軍事物 Wall Game 但是呢 只要大家移上欲步 走上一層 就是一間 在外表呢 你就覺得 喂 買鐵道東西而已 有什麼特別啊 買飛機模型那些東西 但是我告訴大家 上面是有 舊盒金買的 雖然數量不多 但是價錢是OK的 那 但是就 如果你說要有盒有盒 就Sorry 它這些是二手貨來的 中古東西來的 但是都保存良好 而且價錢呢 是 我覺得OK的 不算貴的 但是數量是有限的 那 有些什麼呢 我又不 Sorry 真的 放過不了這些出來 那 就自己買回去看吧 好嗎 但是還要快 因為真的數量很少 好 我們繼續向前行 好 那來到這邊呢 就應該是秋葉原的 北的出口 因為呢 我們現在是秋葉原 這個JR線的火車櫃的下面 那 那 這裡有什麼特別呢 那 主要呢 他們把火車路軌的地方 做了很多活化的 那 譬如是 有 搞了車入市場 那如果有些人住在這邊 或者是 行業 想找些東西吃一下 或者是買些生果 都可以在這裏 那 另外呢 對了 我剛才這麼說 他們有做一些活化 在一些 鐵路的 底部 那 那 好像這裏呢 最近呢 就有一個 活化 2K 5KO 那 那 它是一個 嗯 主要是給一些藝術在這裏開店 做一些自己的獨立創作的 那 好像這個 日本百科店 那它主要做一些 日本傳統的手工藝的 那另外呢 那 右邊呢 這裏是一個 是用貓的 用貓做主題的 那是有很多個設計師呢 自己就將 嗯 創製了一些貓主題的一些 物品 譬如是 袋啊 服飾啊 手飾啊 裝飾物啊 那 那是幾 幾 幾漂亮的 哎呀 好可惜啊 我想 大家看完這 這段 看到這段片的時候呢 就已經是 是完了 這個 這個show 就是這個 這個pop up來的 那 我想它不定期會有些新的展品 或者展覽在這裏做 那我還有朋友呢 都在這裏呢 就有斬鑊的 買一些東西給它家人 那因為呢 它這裏的東西就真的挺漂亮的 那如果你是喜歡貓的時候呢 很適合的 因為它 嗯 有很多個 動物的 用動物做主題的一些物品 還有也是 去去如生 可以勾滑到動物的輪郭 出來的 比較黏 那另外 如果喜歡 將一些 寵物帶上新的 就是我這裏的 手式 那這些就是去如生的貓仔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 對這些 對這些 如果大家對這些物品是有興趣呢 那我想 他們應該有網站或者一些Facebook page 對呀 對呀 好像這個 這個圖詞 那它是有Facebook page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就可以上回它這個 東京Cats Cats collection那裏 那裏 那我想它裏面會有list到 所有關於 這個展覽裏面的 各個的 參展商的資料 那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 那除此之外 那它這裏呢 有些實體店呢 都有其他東西的 那這個好像是買一些嬰兒衣 那另外有些是 自己燒的一些 餐具 那有些 有些是日本製造 全日本製造的物 那這間就是 都是 它打造都是Made in Japan的 因為它所有東西呢 都是用木頭去刁削 製造出來的 那是有 它是製造的USB 卡片套 錶 然後 然後 電話套 還有 還有 還有鐘 那是很特別的 可以看一看 那它這裏呢 我想大概有2至30間店舖 那 那都 大約 大約 開部時間是12點 大約 夜晚收的最遲 最晚是8點 最晚是8點 可以收到 那 有些SECRED現場製造一些 手工藝 那 其實這裏呢 就很 其實這裏呢 就比 例如一家大小的話 如果是老公 男生想去看玩具 那女生和小朋友呢 就可以來這裏 可以走一會兒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可以過來 那這裏很簡單的 就 如果要直接過來這裏呢 就是 在秋葉原拿車 嗯 向 向這個 西走 那呢 就沿著鐵路底那裏走呢 就會見到的了 好 那我稍後呢 再跟大家講其他 玩具好地方 好 剛才呢 就去完這個 JL火車路底 看完一些 日本的手工藝之後呢 那我們走出來 就去回 大十字路海裡 那之後呢 我們就走回去 嗯 這個秋葉原的火車站 那我們這邊 這次呢 就會走這個 AKP劇場那邊的路 那 只要在這個 嗯 十字路口呢 走前一點點 你就會發現一間叫做 玩具 古今 東西 那我明明都知道 就是一些賣舊的東西 那你就是看一看 那你就是看一看 那它已經放了很多舊東西 那它其實是一間地鋪來的 那它其實是一間地鋪來的 那它是逢星期三休息的 那 那 還有它有時開放的時間呢 就比較硬 有時候比較早 它那些時間雖然不定的 嗯 我可能來四次呢 只可以是有一次是 嗯 進去的 那它裡面真的很多東西看的 很多舊的玩具 嗯 經濟的又有 貴又有 那大家可以 嗯 那大家可以過來看一看 那除此之外 它旁邊呢 就有一棟 嗯 在外面大家看到很多福袋買的 那它就有很多層的 那 那 那裡面就是 地下一層有很多figure 那然後樓上呢 就有很多龍珠 有蒙面超人 高達 嗯 嗯 一些美少女系的那些 figure 玩具 盒金都有的 這個就 那它那些玩具就比較新一些的 那 那 大家如果有離開的 都可以有限 那這個 那另外 再旁邊 就這個呢 是賣很多 火車啊 車啊 飛機啊 模型盒金啊 都有的 可以 可以 好像有兩層的 那 可以看一看 很多的 裡面有 因為這些 新的 我就不多介紹 因為 我想離開的都有 嗯 入開朝聖這些地方的 那 那這裏沿著打下去呢 就去回AKB的日常 再去回福袋站 那其他新的那些 玩具寶 那我不多介紹 因為 如果有離開秋葉原的 同朋友都會去開 那我這次都是想 嗯 儘量介紹多 剛才我講的幾家 比較 嗯 有機會啦 有些舊一點 或者是大家值得去買的玩具 那 秋葉原 我的介紹就應該差不多了 那 我會現在去下一集 那我再 Post 看看其他什麼新的給大家看 好 大家繼續留意